猫抓到老鼠后为何不立马吃掉 反而是折磨死才吃呢 在很多人看来 猫抓老鼠是一种本能 它们之间的克制是与生俱来的 不管猫抓不抓老鼠 只要老鼠见到猫就会吓出一身冷汗 但让人奇怪的是 很多猫抓到老鼠后并不会立马吃掉 而是先折磨它们一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鼠为何不敢挣扎呢 猫和老鼠是我们在熟悉不过的动物了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老鼠横之入骨 嚣张至极的它们不仅到处偷粮 而且就连家具都不放过 即便人类想各种办法对付它们 它们也总能逃之夭夭 不过在遇到猫之后 老鼠就威风不起来了 无处可躲的它们 只能躺在地上任猫折磨 但让人疑惑的是 猫抓到老鼠后 总要玩弄一番才会吃掉 猫为何要这样做呢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过度捕食 想必有不少人都知道 抓老鼠的猫多半是散养的家猫 它们一日三餐都有人投胃不说 而且从出生起就有物质保障 但就算这样 猫对老鼠依旧有捕猎欲望 所以它们抓老鼠并不是为了吃 而是出于本能 如此一来 它们也不急着杀老鼠 等玩腻了 再把它们一口咬死 当然猫这样做 也是为了自身安全 虽然猫和老鼠是天敌 但老鼠的战斗力 也是我们不容小觑的 别看老鼠的体型不大 那两颗长长的牙齿 就是它们最有力的武器 只要把它们惹急了 它们一定会绝地反击 即便对方是猫 它们也绝不放过 很快它们就会挣脱开来 绕到猫背后 给猫重中一击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 猫只能用爪子不停地拍打老鼠 先消耗完它们的体力 再把它们一口咬死 这也是猫屡战屡胜的原因 除此之外 猫在老鼠面前也有绝对的实力 而且在这种实力面前 所有的技巧和努力都是徒劳的 既然猫已经胜全在握 那它们也不急于一刻 先击溃对方的心理 再享用对方的身体 这一方法虽然极其残忍 但猫却乐此不疲 时间一长 小猫也耳濡目染 很好地继承了玩老鼠的技能 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既然猫玩心大起 那为何老鼠不趁机跑掉呢 这与它们的本能脱不了关系 虽然动物并不是天生 就对自己的天敌感到恐惧 但这却是它们一代代自然选择的结果 换句话说 那些看到天敌无所畏惧的动物 往往活不了多久 因为缺乏警觉性的它们 很容易就会被天敌捕获 这样一来 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 但充满警觉性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它们天生就对天敌有一种恐惧感 所以每当它们看到天敌时 就会以最快的速度逃之夭夭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血脉压制 所以就算老鼠再厉害 它们在遇到猫时也会慌乱不堪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站在原地认猫折磨 等老鼠反应过来时 它们早已成为了猫的盘中探 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既然猫和老鼠是天敌 那为何现在的猫很少吃老鼠了呢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人类的保护 因为现在家家户户都把猫当成了宠物 它们不仅吃着最好的猫粮 而且还有各种零食 即便它们不抓老鼠 也不会饿肚子 殊不知时间一长 它们就会丧失本能 即便是看到老鼠 它们也不会轻易上前 甚至还有科学家发现 一旦猫不吃老鼠了 它们的视力也会逐渐下降 因为老鼠体内 有一种叫做牛黄酸的物质 这种物质就可以很好地提高 哺乳动物在网上的视力 但猫身上是没有的 所以它们便进化出了吃老鼠的技能 这样一来 它们就能在夜里行动自如了 但自从成了宠物后 猫也丧失了抓老鼠的技能 所以它们的视力也越来越差 除此之外 猫还是一种喜欢挑战的动物 相信在农村生活过的小伙伴都知道 即便猫没了食物来源 它们也不会轻易抓老鼠 而是会先捕捉麻雀 鸽子等鸟类 就算成功率不高 猫也乐此不疲 说到这儿就有不少人心疼老鼠了 虽然它们一见到猫就慌乱不已 但猫却从没把它们当回事 不仅想各种办法玩它们 而且还常常把它们折磨至死 所以说猫天生就对老鼠 有一种鄙视感也不为过 不过猫要是恶极了 它们也会主动捕食老鼠 虽然老鼠不是它们的第一选择 但却是它们的最大保障 你们见过猫吃老鼠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并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